嗨各位的每人我是Vanessa 你今天还好吗 今天呢我要继续来试这个YSL的金管 上一期视频我只试了银管 那么今天我就来把这个金管的颜色试完 今天的眼妆呢我要用Penicraft的第八代 Dewine Rose Tool 来画今天的眼妆 这一盘我已经入了很久了 但今天是第一次我使用它 那我的底妆已经化好了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吧 今天的色彩我用Aero Plus这一款 Ambient Lighting Blush 颜色是Supply Blush 这个腮红是一个非常粉嫩的腮红 Aero Plus最近刚出了两盘面部盘 一盘是修容盘综合盘 一盘是腮红盘 我有看几个欧美的博主去做 腮红的面部盘的脸部试色 看起来他们的腮红的颜色 三个腮红颜色都非常的相似 我觉得和这个腮红颜色非常的相似 Aero Glass的粉质真的没话说 非常的细腻 丝滑柔软 它的饱和度不是很高 这个是很嫩的颜色 是有一点Corel Pink的颜色 很淡 我在蘸起晒红的时候就比较没有客气 所以它一次就能达到这种效果 我觉得这个腮红颜色一次的效果 就已经非常的饱和了 已经和这个盘子里的颜色差不多了 它的颜色上在脸上 在盘子里就有点荧光 上在脸上就有点微微闪的感觉 第一次刚刚忘记打修容了 今天还用NARS的这一款 Laguna色号是00最浅的色号 我用的这把刷子是Hitriptal的 它是一个双头的 这边是个约染刷 把它印到上眼皮上 给上眼皮做一个减肥 这个刷子这边这头 约染这头不是很好用 因为它太长了 就不能用力 用力的话就会这样子卡住 很容易的 接下来 这么多的 快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像我们这种鼓励它是没有眼窝的嘛 就比较难找这个位置 很羡慕有眼窝的人 就一卡凹进去的地方 随便画都有阴影 接下来用这个颜色在眼尾还是这个颜色呢 那我先用这个颜色好了 这个颜色就是这个 这盘真的好鲜艳呢 它是非常鲜艳的但不是特别夸张 这饱和度绝 上好颜色之后我再浴染 然后再用这个颜色吧 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颜色 就是这个颜色 我觉得变色的颜色和这一排的这个颜色非常的相似 把它加在眼尾好了 这个粉有点松 所以我要用换压的 这个颜色相似之后我再用这颗 变色网的颜色 在上眼皮中做一个过渡 还是有点偏绿 它的偏光是绿色的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画法还是比较省脏一点的 它除了有绿色 还有灰色的调在里面 那我最后再浴染 最后上眼皮就来点这个金色吧 这样颜色都非常的亮 这个金色也是很纯正的金色 这盘子粉质还不错 会不会太掉粉 我都没有打眼影打底膏 几乎不太掉 再拿地板颜染刷 把边界都颜染开 下眼前拿把小刷子先占这个一开始的打底色 再下眼前先打个底 然后再用这个粉色 在眼尾处加深 这个眼影盘我最喜欢这颗淘粉色 能做到这种保护度真的太棒了 然后再用这个眼头打亮色 它有点偏粉调的一个珠光打亮 再下眼线做个衔接 那我眼影的部分就完成了 哇这个眼影真的好鲜艳呢 好喜欢 那我现在带个睫毛画给线马上回来 我的眼睛就完成了 下面来是YSL的三支口红 第一个我就按顺序示好了 第一支是161 它是一个比较深的偏红的一个红棕色吧 这个颜色也是偏裸一点的红色 质地非常的滋润 第一支161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稳重的一个暖调的深玫瑰色 那下一支162是South Rosey Nude 它也是一个玫瑰色 比161稍微淡一点 它是一个比较偏粉调的一个玫瑰色 那我就来试一下 162 它比161起来很多 它是一个冷调的玫瑰色 那这个颜色涂起来就是一个比较温柔的感觉 它稍微有一点偏暗一点点 也比较低调一点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是非常百搭的 接下来这是163 它是一个Rose Bright Pink 它是一个亮的玫瑰色 看它的颜色是比较亮的 比较鲜艳的 它在手臂上看起来是有点偏紫调的粉 那看一下它上面的效果是什么样 它比前两支都亮 它就是一个彼此往发微分身的一个颜色 里面加了紫调 其实我非常喜欢这种Bright Pink 它不会让脸看起来黑 反而觉得会很有气色 会眼前一亮的感觉 今天很多口红都出了这种 加了紫调的死亡芭比粉的颜色 死亡芭比紫 那这三支YSL2023年版的Rose Shine 这口红的颜色我都非常的喜欢 它的饱和度很高 我印象中它的质地 它变得更加油润一点 然后它的显色度也更高了 同时它的触感 我觉得也变得比较轻薄一点 之前很多年前我用过它的老板 上嘴就是有点护嘴巴的感觉 现在就很轻盈没有那种之前的感觉了 新版的Rose Shine 涂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的 今天的眼妆我也非常的喜欢 我很高兴我终于用了这个八代 这盘Mothership八代应该在我的PAT的 Mothership的眼影牌中应该是前三位 我觉得它的各方面表现都非常的优秀 那今天的妆容分享就到这里啦 Thanks for watching I will see you in next video See you